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唱歌 有时如果闷闷地用手机直播一下吃饭 可能有朝一日变成网红 文政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有超过2亿4千万个单身成年人 加起来比俄罗斯和英国人口的总和重要多 预计到2021年单身而且又是独居的 会有至少9200万人 随着单身人群不断壮大 一个人的经济 近万亿的商业机会随之兴起 独乐生活,一人吃餐厅 迷你卡拉OK,迷你家电 小户型公寓更加普及 内地电商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 500克细胞米,细枝装的酒精饮品 这类一人吃商品增长三成 小容量,高硬值,多功能的小家电 亦都应市场需求而生 成为单身独居人士的新宠 网购平台买迷你微波炉和迷你洗衣机的人数 去年竟然增长了9倍 生活中,一人吃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自热食品在2020年竟然成为特位商品 今年3月,京东一个消费数据显示 吃起来超方便,口味又多的自热火锅 自热饭盒成胶额增长8成 自热火锅,自热面食,自热煲仔饭 最受消费者喜爱 在武汉这间火锅店 单身食客有属于自己单独的间隔 如果想以食回忧 可以打开桌上的特殊开关 和对面的陌生人边聊边吃 除了一人吃之外 居住上都更多考虑到单身友好营 在深圳有商家推出一些超小号户营 有大约香港不足100尺的精装极小户 一口价88万人民币有交易 内地网救平台做过的调查 将这班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住 一个人旅行的80后 90后称为空巢青年 他们主要分布在深圳 北京 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 其中男性青年 空巢比例达到近七成 几乎是女性的两倍 一个人的乐活生态和人口 在全球以及中国都不断增加 在商业上直接促进了越几型消费 越来越火焰